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有出場了 你們經常說沒見過Chopper 我今天就讓她在這裡出鏡 看她的樣子好像生氣 怎麼了? 今天下雨沒得出外 所以她不是很開心 不用理她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套護膚品review 沒錯,就是我上個月買的LAME的旅行妝 裡面一套四件都是很基本和很王牌的產品 包括了這支的TRIMMER NOTION 還有一支SERUM 有他們最王牌的這盒CREAM 還有一盒EYE CREAM 我上網買這套是$1200 我覺得不算很貴 對於單價來說 我覺得都值得入門試 我這次買了又試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想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review 如果你有興趣 不知道自己合不合用 究竟有沒有用 好不好用的話 也可以用這條影片作為參考 第一步就是這支TRIMMER NOTION Alexandria 它類似不同的感覺 但是它們 我看官方網頁就說它不算是一支通拿 它是可以幫助之後的護膚品吸收 所以它應該是有導入的效果 你問我的話我覺得不多不少是有的 但不會很顯著之後的護膚品真的吸收快很多很多 又未至於有這種感覺 我倒了一些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其實它是流質的 但推出來你會摸到它有一點精華的感覺 你會感覺到它有一點點的厚度 但就不嚴重不過分 不會覺得它是粒粒粒的 很滑的 它的質感是很神奇的 它一滑就滑下去很滑的 它算是快吸收的 你看到我這樣做完之後 基本上會變得有一點光澤 但就不會有一個持續性的保濕效果 我覺得如果你說在專櫃那裡買 就750元100ml 所以它不會是一樣我用完 很想很想買來繼續用的產品 然後就到這一枝的小 serum 它的名字是 The Revitalizing Hydrating Serum 也是一個保濕精華 這個保濕精華在我身上 也不會去到一個很厲害的效果 我覺得可能這個精華 在它的品牌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入門級的級別 不是一個滋潤型的 它的顏色是比較偏淺綠色的 它又是有那種很弓鼻的味道 當我把它塗在臉上 你會感受到強勁的酒精的感覺 但其實它一塗出來 就是很快吸收的 之後就有一層少少的保護膜的感覺 它就不會是那種滋潤型 臉立即變成BB那麼柔軟的感覺 就沒有的 你看看 已經很清爽了 怎麼說呢 因為它很貴的 30ml要1850元 但我用完之後 又沒有特別很大的感覺 又不會覺得很保濕 很換言一生意 或者是很亮白 很透亮都沒有的 所以它也不是我會納入下 考慮購買的範圍之內 好 第三個 就是我之前2月最愛也有提及過的 就會是它們最經典的 最經典的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2月最愛 都知道我對它有讚沒有彈的 沒錯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這個 所以這條影片 大家好像不太看到它的質地 所以我這次再拍多一點給你們看 所以啦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很挺身的襪狀 我們用這個可以使用手指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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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d 就會發現它們變了透明 不再是白色的 那你再塗的時候 我特意不塗粉底的 對啦 就可以呢 很香啊 它的味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盒霜霜是這麼香 但是剛才那兩個產品是這麼功鼻的 還有你塗上去之後 皮膚會馬上變得柔軟 還有第二天會有光澤和柔潤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中性混合性肌膚 或者你是很年輕 根本都不是特別乾 有什麼要改善的話 其實真的不需要用到這盒霜霜的 但是好像我這樣 皮膚其實比較粗糙 因為真的太乾 用了它之後 你會明顯感覺到有改善的 它的價錢如果是Counter購買 15ml是需要800元的 我這裡呢 有多少ml呢 我這裡已經要800元了 因為這一盒 其實一定要晚上才用到 所以其實這15ml 我想我都用到4-5個月的時間 除非開你一個月都是8多元 感覺上就會好一點的 我的重點是 雖然它這麼貴 但是呢 其實你的份量一定要用得逐 你不要因為它貴 而用一點就要塗完整塊臉 其實會得不償失的 你發揮不到它的功效之餘 你真的浪費了錢 所以呢 有時候你用比較貴的護膚品 你是要記得份量 一定要用到足夠 才可以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好了 輪到最小眼的這個了 哇小粒到看不到這些字 這個眼相呢 就叫做The Eye Concentrate 我手上的這一眼呢 就有3ml 那如果要買15ml的話呢 要1750元 它裡面就是一個很typical的霜狀 很容易沾取的 基本上無名指一沾呢 這裡就已經是兩隻眼的份量 一粒米的份量 你摘開它就已經是兩隻眼 都蠻省用的 我現在用什麼呢 它在我身上 其實是會看到黑眼圈有輕微的改善的 用了一個月左右 當然啦 我有很多粒粒粒的原因 我黑眼圈也是很大 但是呢 其實都看得出的 但是呢 它對於減淡細紋 或者是改善眼袋方面呢 我又不覺得它是一個很顯著的功效的 不過呢 我又不覺得它淡黑眼圈的效果 是價值差不多2千元了 所以呢 我會繼續用這個眼霜 看看它會不會真的一路一路的減淡下去 因為我現在用了一個月它淡一點 但是如果它去到一個位置是瓶頸 或者它不再淡的話 我都想知道是大約什麼時候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將來可以再問我 我再更新一下大家 應該未必會再拍片說的 除非它真的減淡到一個 我覺得 嘩好厲害啊 覺得奇蹟的效果 如果不是呢 我都覺得它 未至於值得這個價錢的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完 最後的這一色旅行裝四樣東西的review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分享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好貴啊 這條影片又是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上載幾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